女人将纯白的牛奶倒在空气上 没意会就变成一个人的脑袋 而这脑袋居然有些不情愿的扭动 金发妹又从盆子里掏出一坨 足足涂了久久七十一下 还让橡胶人自己抬起头 接着大漂亮又拿起纯银的铁钳 先给她划了一个樱桃大嘴 再揪住她的上眼皮 剪成一个苹果大的咸淡眼 小手轻轻一捏 炯炯有神的眼睛就完成了 接着丧彪又拿来一块放大镜 强哥面对自己的新造型十分满意 小眼睛一戴 这气场拿捏得死死的 可强哥发现自己的二弟居然没了 这不是包老爷怒炸成是美 一刀两断 面对前女友的安慰 强哥的心情稍微好点 可他内心的欲望却有些按耐不住 决定发泄一下 看到小胖正在看小人书 强哥躁动不安的心更加躁动 不听他的劝告直接离开 接着开上自己的马沙拉蒂 面对周围小孩一样的眼光 强哥摘下盲人眼镜 两个小屁孩吓得瞬间哑巴呆住 可就在强哥回到家里时 发现对面自己暗恋了三年的女神 刚下班 这时的强哥才意识到隐形人的好处 要上就不要犹豫 刚沐浴完的千条姐听到铃声 可发现外面却没有任何人 当她准备去睡觉时 门铃又响了 千条姐打开门才意识到 这一定是谁家的小屁孩恶作剧 可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强哥已经到屋里 千条姐没当回事 回到镜子前继续化妆 可她却发现镜子居然自己动了 刚想后退 却被一双弦猪手抓住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胖子将强哥离开的事告诉金发妹 可当她来到强哥家里时 却发现沙发上只有一个空头套 如果你成为隐形人最想干什么 强哥找到暗恋已久的千条姐 可当她准备下手时 同事来到强哥家却发现 床上只有一个橡胶头套 在金发妹要找到她时 强哥已经悄悄离开 回到基地的金发妹 正在和大伙商量 怎么把她抓回来 可强哥却带着行李来到他们面前 面对金发妹的质疑 强哥却丝毫不当回事 因为这是她变成隐形人的第十天 现在的技术无法让她复原 而她的生命只剩下一个月 当强哥请求前女友 再给她一次 证明自己的机会 但金发妹却拒绝了她 而她只能伤心地回到囚禁自己的地方 可强哥发现 这对她太不公平了 决定要报复金发妹 于是将热成像的视频更改 顺利用录像带骗过正直般的保安 就在两人正在偷长禁果时 一颗石头直接打碎玻璃 阻止了两人的下一步进展 因为这是强哥对前女友报复的第一步 但她的欲望控制不住 于是找到实验室的小狗发泄 可这让自己更加恨前女友 接着强哥来到和自己一样拧身的狗旁 看到周围没有人 打开狗笼爆出小狗 把愤怒全部发泄在她的身上 第二天女饲养员发现领盒饭的狗 她问强哥是不是她干的 强哥却避讳不谈 当她去监控室进一步核查时 却发现她昨晚一直都在房间里 另一边金发妹正在处理文件 发现居然有人在恶作剧 当她又不想要将强哥套出来 却套了个寂寞 金发妹知道这事情没那么简单 于是来到实验室调查监控 可她却发现房间里面根本没人 并察觉到头顶的录像是强哥一手策划 几人正在商量 要把强哥不听指挥的事情上报高层 还要想办法把他拘禁起来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群人说的所有话 全部都被旁边的强哥听到 而在大漂亮汇报工作 并且两人正要离开时 强哥决定要把这个小卡拉送去西北 老头只是吐了一口烟 接着就被隐形人拖到水里 强哥将他拽到下面 而一边的妻子却发现 丈夫居然背不到半米深的水枪 很快强哥就送他去西北 接着淡定自若地爬上来 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暗杀 原来漂亮国要研制隐形药 起初他们在老鼠身上试验 接着将这项技术运用在灵长动物 没想到试验居然成功了 但强哥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领导 如果被知道已经完成 那么这个小组试验的成员 就会被其他科研组接手 于是强哥决定 亲自完成最后的临床阶段 而他也顺利隐身 可他却无法变回原来的样子 绝望的强哥内心彻底恶化 面对暗恋已久的邻居 也是毫不吝啬侵犯 连女同事都不放过 而大漂亮发现了强哥已经脱离掌控 想要将这件事汇报给上级 没想到强哥先下狠手 并且更改他们 离开实验基地的密码 因为强哥要将这些泄露命令的人 送去西北 而他们现在唯一出去的希望 就是找到强哥 可要找到他 必须通过热成像 当男人发现强哥的影子时 走上前却是地上的热气排放 等他转过身发现 胖子已经领了盒饭 强哥趁丧彪不注意偷袭他 还将肛门锁上 丧彪戴上热成像眼镜 却发现周围都是气体 他拿起灭火气 嘲笑强哥不要痴人说梦 大漂亮是他的 没时间陪女朋友 对方给他戴上绿帽子 听到这话的强哥直接上头 酷吃就是一拳 把他干翻在地 接着换上衣服 开始制作定时炸弹 把这些想要泄露秘密的人送去西北 接着找到前女友 酷吃就是一拳 先让这个让自己戴绿帽的女人领盒饭 没想到背后又窜出一个小卡拉 给他的脑袋就是一锤 两人准备离开 强哥捡起地上纯金打造的铁棍 想要给小卡拉上一刻 没想到意外触碰到电箱 当场就领了盒饭 如果当初强哥 把自己的实验成果交出去 可能他的结局就不是这样 因为他的贪婪 不仅失去了事业 也失去了自己的女友 最重要的是连2D也没了 所以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事 不要被虚名蒙蔽了双眼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原生